35歲的前NBA球星拉馬歐登 向來是話題製造機 突然傳出性命摧毀 令外界震驚 這件事要從這通報案電話說起 尷尬的是這通電話 來自美國內華達州 一間知名的情色場所 愛情農場 球星歐登疑似因為縱欲過度 再加上連續服用 包含骨科檢在內的多種 違禁藥瓶導致昏迷 曾經持場球場的前NBA球星歐登 現在只能在病床上 爭最後一口氣 也讓粉絲和親友大叹可惜 2009年和2010年 他曾經和Kobe Bryant 攜手替胡人隊 奪下NBA總冠軍 35歲退休的他 原本有大把時間 可以好好享受家庭生活 他和名女人Core卡達夏 閃婚後曾經登上石禁秀 轟動一時 但是2013年卻因為歐登 傳出酒駕和吸毒等醜聞 美滿婚姻宣告破局 現在不但老婆跑了 連生命都快要被他玩到掛 知名前球星退休後的糜爛生活 也令粉絲們不聲唏嘘 記者綜合報導